你的华为Mate60手机还能自动检测故障你知道吗 你的华为Mate60 Pro还可以自行检测你知道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手机在遇到故障的情况下 还可以自行去检测能够检测出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自行去维修然后再去维修该怎么操作呢 一分钟教会你 你的华为手机在不好用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自行检测呢 在这里的话我以华为Mate50 Pro给大家举例 其他的手机都是操作方法类似 在这里我们点击打开 打开以后呢我们点击打开我的华为 打开以后大家会看到下方有一个服务的选项 我们选择服务 然后的话上方会显示你手机的信息 比如我本机Mate50 Pro全网通 这边会直接显示 以及保修呀或者是保养服务都会显示 在这里的话有一些服务的一些选项 有个检测与帮助 我们点击 当然在点击前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定位故障 可以自助解决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呢点击进入检测 这样的话你的华为手机就可以自行去检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话 我们的手机就开始进行检测 以下的检测需要手动配合 我们点击知道了 感受到手机是否有震动 有震动 正常 开始检测 扬声器将播放一段音乐 点击开始检测 滑动手指来检测屏幕 开始检测 我们检测一下屏幕 屏幕触屏是否正常 都是没有问题的 检测一下指纹 然后检测完成以后呢 它会有一些不正常异常的选项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解决方案 比如说系统的话 状态来通知数过多 我们可以点击一键优化 音量设置提醒呢 音量我们点击去设置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的一些设置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解除手机的一个故障 好了本期视频放到这里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前来推荐 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拜拜